这个民进党立委蔡世英被检举台北大学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那审查过后呢耗时了92天结果出炉了 蔡世英自己也在脸书坦言 她的台北大学博士学位遭到了撤销 会尊重审查结果并且依法提出申诉 那蔡世英列出了5点声明指出 针对博士论文本文部分附助漏列 以及对师长和母校造成的困扰再次表达深深的歉意 也强调自己花费了近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过程中包含了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 而且单一文献的雷同比对只有2% 因此具备原创性 学伦会的审查过程中她也亲自列席说明 那论文的撰写过程呢也尊重学伦会的审议结果 会依法提出申诉并且提出相关的补充意见 立委蔡世英被台北大学撤销了博士学位 他提出了5点声明 对于部分的付诸漏列呢再次表达歉意 但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说漏列就是抄袭 不用再强辩了 而且对于民进党接连传出论文抄袭 谢寒冰也再度建议民进党 让郑文灿当党主席 蔡世英是党秘书长 就不怕会有论文抄袭的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其实没有抄我只是漏列 那是你们这些外聘的教授 没有仔细看清楚 把我这个漏列当作抄袭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蔡世英要讲的就是这个啊 那我是觉得这没什么好变的 漏列谁叫你要漏列 教授就在这边啊 你如果一堆都漏列 那就是抄袭啊 那不然是什么 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奇怪你明明在引别人的东西 为什么会漏列 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漏列 你说偶尔你赢了人家一百样著作 就你漏列了一个 那可能是漏列 你如果一百样都漏列 那就是抄啊吧 不就是抄吗 那不然是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 去做这种强辩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我倒是有一个良心的建议啊 阿燦继续选党主席 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蔡世英看是不是要当秘书长 留任立法委员吧 或是林志坚当副秘书长 我觉得这样好啊 我们民进党就 男子和大丈夫对不对 就表明抄要怎样 我会做事就好啊 民众要挺会做事的 抄不抄袭不重要啊 民进党我觉得就是要 要gots一点 就直接就让他们三个人 当党中央领导人 我觉得这样子 民进党以后就焕然一心 而且铜枪铁壁 以后所有的抄袭 都攻击不了你们了 我们的党主席就带头抄 不然你是怎么办 这样不是很好吗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呢 在竞选基隆市长期间 遭控她在国立台北大学 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那北大经过了92天的审查 终于确定蔡世英抄袭 撤销博士学位 那国民党台北市立委 补选参选人王鸿威就质疑了 这是不是刻意压在选后 才来做处理呢 当然我觉得有些学校 可能刻意一直压到 选后才来处理 因为在当时选前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质疑 因为蔡世英委员 她的这个论文 那时候其实被检举 已经非常久的时间 那么看起来就是 台北大学应该是等到 选后再处理 所以我想连续这几天 包含郑文燦 还有包含蔡世英 都有论文抄袭的问题 那当然郑文燦跟蔡世英 现在都已经道歉 并没有像当时的林志坚 在一路的硬拗跟说谎 所以我在这边 也有几个喊话 第一个就是林志坚 你可不可以认真面对 你的抄袭的错误 因为她现在 她还在就是硬拗 还在打行政的夙愿 那这样的打法 到底有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第二点就是呢 我早上也讲 台大必须去处理陈明通 甚至呢 陈明通的去留 都应该被列入考量 如果我们的国安局长 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指导学生 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抄袭 那么她还好意思 继续担任国安局长吗 从林志坚到郑文灿 都被台大认定论文抄袭撤销学位 两个人的指导教授都是谁 国安局长陈明通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表示说 当一个老师教出这么多的抄袭学生 就表示这个老师有问题 真正要检讨的还是老师 它有一个学院的机制 就是说 你同一个老师这么多学院抄袭 就是老师有问题 可是这个老师这样做 为什么学院 理论上学院 我们叫同裁 我们叫peer review 同裁审查 为什么同裁 其实我也知道 我们这个社会 至少门前学 莫管他人瓦上霜 所以大家不太会去 同一个学院 同一个学校的老师 不会去跳出来说 你在干什么 大家和谐你 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那这样这个老师 还可以当国安局长吗 就看小英的 没有啦 我跟你讲 这种偷太久了 这样怎么看 现在蔡世英的这个 北大的博士学位被撤销了 我跟你说 我看那些有去练 什么在职班的 现在每个都很后悔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不获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